什么是黑头粉刺? 根据Medical News Today网站的报道,黑头粉刺是挫疮的症状,代表肌肤毛孔的被阻塞状况。 肌肤的毛孔是生理上的毛囊皮脂线单位,会分泌油性物质皮脂。 皮脂具有保护作用,有助于肌肤保持柔软和保水。 然而,当皮脂生产过量时,会让从皮肤脱落的表皮细胞聚集而在毛孔中形成栓塞。 这些栓塞被称为粉刺。 黑头粉刺被称为开放性粉刺,白头粉刺被则称为封闭性粉刺。 开放性的黑头粉刺与空气接触造成皮脂被氧化变黑,而封闭性的白头则不会与空气接触。 黑头粉刺的成因 皮脂线过度分泌皮脂,皮肤细胞过度生长也是可能因素。 过量的皮脂与死皮细胞结块并阻塞毛囊。 开放性粉刺让皮脂暴露于空气中,导致油状、蜡状物质氧化,使其变成黑色。 您是否对鼻子上的黑头粉刺感到困扰呢? 除了市面上贩售的去黑头产品外,其实有一招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去黑头,且材料家里都有。 材料 一匙过滤水一匙小苏打一匙牙膏一支干净牙刷方法,将脸洗净后用一条温毛巾轻压粉刺部位,让毛孔打开。 将上述材料混合后涂抹在粉刺部位。 使用牙刷轻柔的刷在涂抹部位。 用温毛巾将混合液擦拭干净。 使用温和的洗面乳洗脸。 脸部附上干净的毛巾,用手指轻柔地挤出粉刺。 最后涂抹乳液保湿即可。 raised25分比较华液保湿即可。